像在鐵盤那麼長的 讓他坐在那邊沒空間 凌晨一點半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的巷口 來了好幾部消防車閃著警示燈 現場氣氛緊張 原來是要運送200公斤重的無性女子 而她仍在四樓得動用掉避車 她的住宅算比較老舊住宅 所以沒有電梯 然後如果單靠樓梯的話 是沒辦法把它從三樓運送下來了 無性女子在家中走路時 不小心跌倒 頭部受傷血流不止 報警一一九救護 但因為體型的關係 無法用單架運送下樓 把住家的窗戶拆掉 找來吊避車吊掛 再運到大貨車上 連到了醫院 還因為一般的病床 無法承受無性女子的重量 要病床加大才能送到診間治療 坦單架比較危險一點 為什麼 因為它沒辦法做固定 然後旁邊的欄蓋沒辦法伸起來 為了加快送醫 以救護車當前導車 到了醫院有17名的警易霄 4名替代一難 總共出動了21個人來搬運 到達現場大概會在現場 盡快組織大概5到10分鐘 因為它的體型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大概歷經了3個小時 這次救護消防隊出動了 小型雲梯車 小型消防車 救助器材車 大貨車 掉臂車 救護車 總共6部車 工程浩大 花了3個小時 真的要感謝消防隊 不畏艱辛 必達救人使命 記者賴關章 台南報導